是就美容和健身服務業消費合約設立冷靜期的公眾資訊 其實在過去這麼多年 特別有關於美容和健身合約的投訴數字 是相當之驚人的 以2017為例 關於美容業的投訴數字達到373宗 健身中心221宗 分別是涉及6500萬和5700萬 所以政府今次提出 這個冷靜期我是表示歡迎 不過有幾點我想提出是憂慮的 第一 政府現在提出的冷靜期的時間 是跟國際其他地方相比比較長的 現在兩個方案分別是三日和七日 我覺得三日是不能接受的 因為三日的冷靜期 是極短 亦都是不合理的 對於消費者是極之不公平 但是七日的冷靜期 對不起 其實在大部分 有這個保障的地方 都很少這麼短的 我舉個例子 英國是七日 英國是十四日 澳洲 美國是十日 加拿大十五日 新加坡是六十日 連中國大陸 台灣都是十五日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七日的冷靜期是過短的 第二方面就是 消委會當時給政府的建議就是用500 港幣500元做上限 即是說如果是500元以下的 他認為是有個豁免 但是政府就自己定了那個款項是3000元 這個我覺得是有點擔心的 因為如果我們看了其他世界其他地方的對於這些冷靜期適用的款項呢 英國是四十二磅 大概是不夠五百元港幣 澳洲是一百萬 一百元澳子 即是大概不夠六百元 美國是二十五到一百三十元美金 加拿大是五十元美金 新加坡是五十元星子 大部分 大部分 其他有冷靜期的地方都會將金額定在大概是五百元 他如果定到三千元呢 我有個憂慮就是說 會不會這兩個行業 就會製造一些合約呢 二千九百九十九 然後將合約拆散 一張三萬元的合約 拆散十張的二千九百九十元的合約 企圖呢 是避過 這個 即是所謂冷靜期的一個規限 這是一個實際具體的憂慮 所以我不同意這個款額 是過低 即是現在是過高啦 但是他是不能夠保障是一些三千元以下的合約 另外一點我比較失望呢 就是其實在消委會裏面呢 亦都指出除了是美容和健身行業呢 他都提出了包括一些叫做時光共享 電信服務 以及婚禮服務呢 都有一些這樣的情況發生 而亦都在以往呢是有不少的投訴的 但是政府今次呢就將這個冷靜期呢 只是涵蓋兩個行業 我都是不足的 那最後一點呢 有關於這個冷靜期的處理 現在是用一個民事的處理方法 即是說呢 任何的消費者 就算他覺得這個冷靜期不適用於他 他唯一的途徑呢 就是用民事包括來經過小黑 前寨處的追討 但是沒有任何刑事的保護的 即是說有一些 不發商人或者無良商人 如果他全心欺騙的話呢 他可以用很多個方法 以前亦都試過的 譬如將那些店舖 撿了一個再來過 翻生 改這個 名字等等一些方法呢 企圖被那個責任 所以在不少的地方呢 是會將這個冷靜期呢 涵蓋在一個刑事的執法 即是說如果有任何的公司經辦人 是全心 是利用這一些 冷靜期或者是濫用了這個合約 而不遵守冷靜期的做法 包括他不肯退錢 包括他是 一些合約是不適合的話呢 政府的有權 是通過刑事 是去起訴的 現在的不好處就是 就算將來可以做到 是要聽命於一些合約 經過 執法單位 在現在政府文件 只有海關而已 大家都知道海關呢 其實是工作繁重 也是很多不同的工作需要的 所以將這個責任 要由 一個 刑事變成民事的話呢 其實對於很多消費者的保障是不足的 這個也是我 比較失望的地方 我們也都會在這個 諮詢期完結呢 就回我剛才所說的幾點呢 是給一些反建議給政府的 但是無論怎樣也好 我都希望呢 冷靜期的 這個立法和一個失衡呢 是要盡快去做 因為 我們已經看到每年數以百計的 一些投訴的個案呢 在不同的行業 不僅僅是 現在說的美容 或者是一些健身中心 以及其他都有的 最後一點呢 我講就是那個 一些 現在的 灰色地帶 他其實說了的 如果是一些健身的那些呢 如果有些場所是沒有器械的話呢 就豁免的 那麼 如果有人是全心 是欺騙的話 他裏面提了一個例子 就是譬如學太極啊 巴雷武武器械就可以 就是豁免了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全心欺騙的 他的場所裏面什麼都沒有的 那麼他就可以用這個 明目 就是說 我其實是沒有器械的 他現在 給這筆錢 就是講明都是 是一個沒有器械的做法去做 所以這些的 豁免呢 我認為是 或蛇添足 那麼 這個 亦都會在 遲下和政府的 意見書裏面 是交代的 想問一下 那個 如果 如果只是民事追討的話呢 以受影響的合遇 來說 其實是不是 就是 一般人來說 很難 去 謀事呢 因為始終民事的 那個程序是比較複雜的 第一呢 就相當複雜啦 第二 亦都一個阻嚇力 是不足夠的 因為現在唯一的做法呢 如果他對個 冷靜期有任何不滿的話呢 就算合遇是多離譜也好 他沒得告他的 他只可以經過 現在可以已經有的渠道就是 譬如他 小蛤前債的審裁處去做 但大家都知道呢 是相當的湧場 但如果他在一個法定的程序 有一個刑事的罪行的話呢 那些 不發商人呢 他是沒得走的 那 我要 再重申一句 在香港 絕大部分的商人呢 是守法的 其實如果一個守法的商人呢 就算有一個刑事的 條例 去監控住呢 他都不會犯法的 但是如果 好像現在這樣 是沒有一個刑事的保護的話呢 無良商人 不發商人呢 就可以有很多機會呢 有得走這個法律 你的建議呢 其實 如果提供一個 三千元是過股 那就是五百元 還有 如果是那個冷靜期 應該幾天呢 你說如果是七日過股呢 我認為 絕大多數的地方的冷靜期 都會定在十四天 而今晚呢 也都覺得 消費會最初的建議 五百元 是一個比較合適的做法 冷靜期過短呢 其實有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消費者 寫很多時候 他需要時間 當被人用很多方法 去吸引了他 寫了合約 他回去要再找一些資料的時候 他需要時間 這是第一 第二呢 我們也知道呢 他要用一些時間 去回到那個店鋪裡面呢 去要求取消這個合約 但是如果太短的 譬如舉個例 有些店鋪 他用一些方法 將 你能夠取消 譬如說他臨時下閘 不開門 利用一些方法 是將這個 冷靜期 盡量推走了他 然後令到消費者 對不起 已經七天過了 你不能回來找到我 也沒有人可以讓你找到的話 這個是一個 極之 不好的做法 既然有冷靜期的 為什麼不是 一個合理的冷靜期呢 如果合約是合理的 7日和14日沒有問題的 就是說14日的冷靜期呢 是能夠保障消費者 因為大家要知道這個合約 這個 這個冷靜期立法呢 主要是保障消費者 不是保障那個商人的 所以這個是應該 如果參照其他世界國家的做法呢 都是一個 14日比較適合的 好 晚一點先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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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